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讲第二章的一个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 就是有两节的用实际上都今天都要可以讲完的 一个所谓的第十四节 偏正光的光学隐论 光的凭正现象 那要看到光的凭正现象 是需要借助一个元件 最简单的通常在用一个凭正片 凭正片是可以化学镀膜拉伸出来的 这是刚买来的一个凭正片 这就是一个凭正片 你看我 我看你看到什么了 现在我要旋转这个凭正片 光想有变化没有 没有变化 然后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两个合在一起 这两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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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一样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光学系统里头 相对来说它的作用不一样 如果我这个脸面上是一个雾的话 那么这个偏承片就是一个起偏器 把我这个慢反射的光 通常是自然光 它变成功一个线偏的光 那么是不是线偏的光呢 这个就变成功一个减偏器 减偏器 它旋转的时候 宣传九十度要从极大到极小 再极大 再极小就这样 减偏器 然后呢 所以呢 一个偏承片 可以去检查这个自然光 或者是部分偏承光 或者是线偏承光 所以你拿一个偏承片的话 也可以去检查这个云层的散射光 也可以检查这个红逆 雨后的那个红和逆 彩虹啊等等 你如果旋转这个偏承片 发现它光像有变化 那么它肯定来的不是自然光 通常来说就是一个部分偏承光 那很自然就是说 因为红逆啊这个是大气里头大量的小水滴 对光的一个反射质色 多次的一个 一个一个质色 所以 那么反射质色 能够把一个自然光 改变成为一个部分偏承光 甚至可以变成为一个线偏承光 这个应该在下一周的那个演示实验里头啊 会看到的 会看到的 这个实验是怎么安排的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块玻璃板 咱们把这块黑板想象成为一个玻璃板 然后呢我用一束光 用一束光 一定的入射角照它 照它 那么就看反射光 反射光的一个偏承态 那么我先用一个偏承片来检验 旋转 发现它有变化 有变化 说明反射光 通常就是部分偏承光 如果我调整这个入射角 到一个特殊的角度的时候 甚至这个变化里头 最暗的部分是消光 没有光强 那就意味着入射光 在这个特殊的入射角底下 它的反射光是一个线偏承光 那么这个呢 在下一张理论上都可以说明 就是说反射光的一个偏承态的变化 偏承态的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现在就偏承光的 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 偏承光需要引颜 光在红光上都有一个五种红光偏承态 这里涉及到横波的偏承概念 线偏承光 自然光 部分偏承光 圆偏承光 颇圆偏承光 那么值得注意的 这五种红光偏承态的画风 是从理念上头的 从理念上头的 理性上头的一个画风 所有对偏承态的一个判断 都是要借助于一个仪器 来看它的光强的变化 那么首先要研究一下 这五种偏承态的光 经过一个偏承片 它的光强变化的特点 等等 那这里头部分偏承光的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复杂 所以呢 这个第五点打新号的 也就是书里头的第十五节 部分偏承光的部分相干性 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实业 叫做偏承光干涉实业 就在我们的阳式的一个双孔干涉装置里头 来掩饰 也是历史上头很有名的一个实业 从而确认了光波 不是像以太阳的一个重波 而是一个横波 不是 对 其实那个光的横波性 电子波的横波性 在这个 前面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涉及到了 在讲香港条件的时候 不能不涉及到它的横波性 可是那个地方呢 并没有展开 并没有展开 所以 课后同学们也有一些疑问 各种各样的疑问 那么现在我们也会从头 从这开始学习 在一个自由空间里头 通常的光呢 就是一个横波 那么Z的方向我们取定为 光的能流的方向 光波的能流的方向 也就是射线的方向 光射线的方向 叫S 那么相对的它一个横平面散动 就是我们把它说成是XY XY 比如说X方向设定为 电长E的振动方向 那么Y方向就是磁场H的振动方向 不管怎么说 这个EH和射线方向 总是正交的 显示了一种横波性 所以讨论光的一个偏正问题 或者偏正态的变化问题 偏正结构问题 最感兴趣的就是 在这个横平面里头来讨论问题 这样横平面一画 隐含到就是说这个射线方向 就是 迎着我们来的 也就是垂直于 这个横平面的那个方向 所以偏正光学当中 经常打交道的 直接要画的 都是这个横平面 横平面上的一个情况 那偏正光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把它概括成 以下三方面 第一呢 是对几种红光偏正态的 一个违向的描述 以及它的解析的表示 同时我们要研究 各种偏正态的光的一个产生 以及它检验的办法 那么这个产生和检验 实际上都和第二个问题相联系了 各种各种偏正元件和偏正效应 所谓偏正效应 偏正元件 就是能够改变 路色光 偏正态的那些光学元件 或者说光学效应 比如说人造的偏正片 像我们这里 这个 以后会学到晶体的能径 晶体的构相异性 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元件 晶体能径 它可以想 可以把自然光变成一个线片能径 也可以制作一个相位延迟器 拨晶片 拨晶片呢 借助于这个晶体 晶片 同时还可以改造路色光的偏正态 还有刚刚我前面提到的 反射则色 也可以改变路色光的偏正态 有它的偏正效应 还有闪射光 闪射光也有偏正效应 显然 这些问题 都应该归结于光和物质的一种相互作用 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 第三个问题 第三方面的问题 就是偏正光的应用 偏正光的应用 那就方方面面就很多了 我们书里头只能讲一些最典型的 偏正光的干涉啊 光的弹色以牙 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前面讲眼色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取一个是标亮波的眼色理论 不考虑这个光的横波性 它的偏正结构 而且我们也论证了 在自然光的条件底下 即使考虑了横波性 那么 在半组条件下 这种标亮波的理论是 仍然是很好的和实际情况相符合的 因为它带来的可能影响了秤比度 在夹角是 这个二三十度的时候 秤比度总是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标亮波的理论 标亮波的干涉理论也好 眼涉理论也好 使用于半组条件底下的一个情况 其实你要说这个横波性 在力学里头也学了横波性 重波性 可是力学里头就不会太多地展开 讨论它的横波性 其原因呢 就是说在光学里头 就是说因为存在到很多 多种多样的和生生的 一种偏正元件 和偏正效应 而且大有用途 从信息的 弄的眼光来看 由于光是横波性 所以它携带的信息 就具有偏正的信息 除了这个 频率的信息 相位的信息 政府的信息以外 还有个偏正的信息 一方面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了 同时可供人们利用的 这个信息量也更多了 应用也就更广泛了 所以一般来说 这个横波的问题 拼正的问题 总是在光学里头展开 专门的一个讨论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 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五种宏光 偏正态的一个 违向的描述 提起相应的解析表示 那么 这第一种 就是线平人光 介绍这个线平人光 线平人光呢 是指 在横平面里头 光矢量 也就是电场矢量 它的振动方向 始终不变 在观测时间里头 始终不变 在观测时间中 不要令它振动方向的 那个c达角 不变 当然在我们取定的 这样一个横平面里头 也可以是在这个 一三向线 一个线平人光 也可以在二四向线 一个线平人光 那用相位的语言来说 就是说 它的两个分量 要么是相位 差等于零 要么是相位 差等于π 像在一三向线呢 讲个线平人光 它的两个 正叫分量 同相位 正的极大 同相位 负的极大 所以这两个相位 差是零 可是这个呢 它的两个正 交分量呢 它达到正的极大 的时候呢 在我们约定的 这边正方向 它当然就是负的极大 所以这两者呢 就是相位差派 这样子呢 表现在这个解析 表达诗里头 就是这样 这是笼统的 写出一个 性平人光 一个正弗矢量 所以这个A2 已经不是死数了 应该写成一个矢量 当然你可以去两个分量 这叫分量 那么AX和3ωt AY和3ωt 加上一个delta delta是一个相位差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对于一个 性平人光来说 delta等于0 就是13相线的 一个性平人光 delta等于政府判 就是20相线 好了 这个性平人光 从理念上来说 是最简单的 最单纯的 现在选它为机缘成分 来描述 其他的集中 平人态的光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自然光 自然光 它是有大量的 不同取向的 必是无光的 无特殊优越取向的 在一个线片光的一个集合 在我们宏光的一个观测时间中 那有不同方向 而且没有特殊优越的方向 所以自然光就有足对同性 必是无光是指它的相位 是没有关系 没有固定的 一和二 二和三 三和四 四和五 这么大量的性平人光 之间的相位差 是随机变化的 那么 以前我们也提到这个自然光 有同学说 那 你的这样一个产点 这里实际上代表一个产点 屁 有那么多性平人光 那么 这些光矢量 也就是电厂矢量 它满足不满足迪迦远离 我说 当然满足迪迦远离 那你迪迦起来 不就等零了 迪迦起来不等零 因为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性平人 达到极大的时候 这个性平人也达到极大 这个性平人也达到极大 如果正是这样子的话 合起来当然是零 对不对 它的相位 你在这个图里头 就反映不出来了 它这个相位差 你照顾了它的一个 现实空间里头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 矢量方向 那么 那个相位这个事情呢 只有在你脑子里头 你不能在这个图上 反映出来了 对不对 你交流电路里头 矢量图解法 你那个是一个 矢量图解的空间 不是现实空间 那两个角度 代表相位差 对不对 现在这两个角度 不是代表相位差 代表真实的 一个空间取向 你照顾了这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理念上保留下来 就是 所以说 对于这样一种 大量的一个 线片的光带集合 它们彼此之间 没有固定的相位关系 或者说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 是随机变化的 这种对象 常常不是用 死量和审发 求一个总死量 我还不如一个个 用统计的眼光去处理 这个以后我们会 具体看到 这样一种处理方法 好了 那么我现在来描述 这个部分批论观的话 它和自然观的区别 仅仅在于 它有了一个特殊的 优越的方向 也就是失去了 像自然观那样的 一个轴对层性 仍然在光处时间里头 它有大量的线片光 空间有不同的取向 彼此之间 没有固定的相位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 优越的方向 那么它的图 常常化成功这样子 这样一个图 给我们的印象 是什么 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说这些实验的端底 好像构成了一个 椭圆观式 椭圆观式 这样一种描绘呢 也有它的道理 那么我们后面即将看到 用一个批论片 面对一个部分批论观 它在透过批论片以后的 一个光墙变化 就是说 这样一个批论片 我来旋转 旋转以后 研究透过来的一个光墙的变化 确实 我们会认识到 部分批论光 和一个椭圆批论光 经过 这样一个批论片 以后 它的光墙的变化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也就 理解 这样一个微箱的描述 它背后 它是有这样一个认识在里头的 这个以后可以再认证 好了 那下面一种介绍的呢 就是圆片的光 圆片的光 圆片的光呢 就是说 它的光矢量 也就是电场矢量 随时之间 是在旋转的 具体说 它的长度保湿不变 它的方向 随时在改变 它的端点描绘说 一个圆周的轨迹 圆周的轨迹 那当然这个圆周的轨迹呢 也会像 这样子右旋 逆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 右旋 T时刻再这样 经过ΔT时刻 T加上ΔT时刻 那么到这 再这样 这样叫右旋 右旋 那么反过来叫左旋 左旋 怎么记忆 就是以外族为 为 为参考 这不是向右吗 这不是向左吗 我们常常这样记忆 不愿意用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 顺时针是右旋 逆时针是左旋 当然也对 它不如以这个为参考 这叫右旋 这样左旋 那它的解析表示呢 应该也是 比较简单的 把整个的光矢量 正交分解 E X E Y分量 那么这个X针帽 Y针帽呢 代表这个两个方向的一个单位矢量 R一介 那么它的E X 随时针的变化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A3ΩT的话 那么Y分量 随时针的变化 就是A3ΩT 加几二分之半 注意到 原平正光 两个正交分量的正辅是相等的 都写成A 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位差 或者是正二分之派 或者是复合分之派 正二分之派 对应的是右旋 平正态 复合分之派 对应的是左旋 平正态 好 显然这个原平正光 也具有逐对层性 在我们的光处时间中 如果 破坏了这种逐对层性 那可以变成一个椭圆平正光 这个叫做正椭圆平正光 换句话说 在我们的一个横平面的一个 XY轴上头 正好对准了这个椭圆的长轴和短轴 这叫正椭圆 它随时间不断改变方向 而现在还要适当地改变自己的长度 它的数值 所以它和原平正光的解析表达式的区别 就在于它的政府 AX AY会不相等 但是Y正东和X正东之间的相位差 要么是正二分之派 要么就是复合分之派 只有这两种情况 才出现正椭圆的情况 正椭圆的情况 如果这个相位差 不是这些特殊素质 不等于正二分之派 那么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协同圆光 在我们取定的一个正交坐标架里头 它和长短轴的方向不一致 有个倾斜 有个借铁 那协同圆光的表达式呢 其实协同圆可以作为一个正投圆 原拼人光 乃至现拼人光的一个一般性的描述 一个代表 一般性的代表 换句话说 两个正交分量 这几者之间的差别 仅仅在于这个Delta Delta等于零 或者是派 那就是现拼人光 Delta等于正二分之派 或者是负二分之派 就是一个正投圆 原拼人光 如果两个政府相等 还是这个相位差 那么就是原拼人光 如果这些特殊素质 都没有被满足 那么 就是刚才介绍的一个 协同圆拼人光 那么解析几何的知识告诉我们 一个字典的一个 位置的一个轨道 轨迹 可以用一个二次方程去描述 只不过现在呢 我们不是字典运动的一个 位置的一个轨迹 是指那个光死亮的 一个端点的那个轨迹 可以模拟成为一个 指点的一个位置的 一个变化的一个 形成的轨迹 所以呢 整个结析几何的 这个二次方程是这样 EX平方 over AX平方 EY平方 over AY平方 减去一个交叉项 EX EY AX EY 一个相位差的因子在这 其作用 那右面呢 也还是3平方Delta 所以当Delta等于刚才 说的一些特殊值的话 这些方程都可以简化 简化 所以究竟这两个正交正动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自然光和部分片的光 用一个大量的一个 线片的光的极壳 来描述以外 后面这几种都可以 用两个正交正动 来去必须直接 有确定的相位差 这样一个合成 来表现 那么合成的结果 究竟怎么样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它取决于这个Delta数值 所以这个相位差 在决定偏证结构方面 是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 那这里有一段呢 是讲这个 就是说自然光 像我们这个灯一开 出来的就是自然光 这个偏证态 这个出来的 要问它的偏证态 那就是自然光 这个是纯粹是一个 偏证结构的一个语言 你不要说散射光 那是大自然里头的 所以散射光就是自然光 就不能那么看 这个不是说自然出来的 就是自然光 就是纯粹是一个偏证证的 就是大量线偏证 必是无光的 而且没有特殊优越方向的 这就容易一深入一思考 就会有一个疑问 这怎么来理解这个自然光 怎么有那么多 大量的 大量的 不同方向的一个纯粹光 实际上我们上次在讲 那个相干条件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自发辐射 是一个随机过程 这种随机 既体现在这个正伏上头 所谓的正伏的随机波 也体现在向位上头 就是向位的随机波 实际上也体现在偏证上头 是一个偏证的随机波 也就是说这个光源上头 一个局域 一个局域里头 从实际的一个 一个ΔS的面源来看 它包含着大量的原子 大量的原子 如果你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那么 一个原子 或者一两个原子 那么这一个原子 在一个套零时间里头 发出来的是一个偏证官 它有它的确定的方向 但是在第二个套零里头 它发出来的偏证方向就变了 第三个套零又变了 那这个套零是什么 时间尺度 套零比如说 通常普通光源 是时代复发秒 纳秒的量级 所以我前面描述 这个红光偏证态 一直有一个帽子 就是在观测时间中 在人们观测的时间中 在实验室的一个 可计量的一个时间中 比如说你一秒钟 你可以计量 一秒钟里头 已经变化了一亿次 时代八十万次 它的方向不同的在变化 不同的在变化 好 那么这种变化是随机的 那么对待这样一个 由一亿次 n等于10的八十万 这种不同的 批证方向的一个变化 你怎么去描述它 就像一核气体 有一个分子 然后每个分子呢 你跟随它一亿次 所以有一个速度的变化 速度的方向变化 速度的数字变化 你跟随一个分子 看它的速度的 一个随机的变化 这样跟进来比较累 你还不如看 同时看这一核子里头 一个分子 在这一个时刻 它的速度怎么分布 给说一个max为 速度分布率 或者是速率分布率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就是说 面对这样一个 大量的一个 随机的一个 变化的一个对象 你怎么去处理 用什么眼光去看 如果跟随一个分子 跟随一个原子 发光的一个 偏正态的无规变化 那么是一种 纵向的眼光 我同时看 是一个横向的 一个细中的眼光 所以这两个看法 当然是等价的 等价的 这里我说的 这里已经写了的 自发辐射 偏正随机波 红光上很短 比如一秒钟 微光上很长 已经变化了 十到八十万次了 所以分析的眼光 你是顺序格态 还是同时的一个细中 这两者是等价的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或者用哪一个更方便 所以在一秒钟里头 有十八次个 十到八十万个 不同方位的偏正态 和同时有十个 八次个 偏正的方向 这是等价的 所以这个自然光 为什么有大量的 一个现偏正态 现偏正光 而且必死无关的 这么去画 这么去刻画它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把它转化成功 一个同时具有这么多的 一个不同的 凭证方向的 一个现偏正光的一个集合 那么部分凭证光的话呢 也有一个问题 稍微深入一点 那就是说 它区别于自然光 它不具有逐对层性 那么非逐对层 它有各种可能的 一个情况 各种可能的情况 那么实验上发现 你在一个评论片旋转的时候 在这 我就代表了 这个图画就表示了一种 部分批认光的 具有非逐对层性的 那种情况 而不是一个 完全逐对层的 两个圆周 情况 那既然是有 逐对层是唯一的 非逐对层是 很多的 那么为什么 面对一个部分批认光 当我用一个批认片 去旋转的时候 再转一周里头 本来只有一个极大的方向 和一个极小的方向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 后面我们要 可以认证一下 可以认证一下 好了 这五种批认片呢 红光上的一个特点呢 我们就介绍到此 下面我们要介绍批认片 刚才理性上 画缝的那几种批认态 都是要通过一个 批认器件 首先要用一个批认片 去检验 所以我们先把批认片 介绍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是 人工制作的 用化学的一个 镀膜的办法 消化显微的一个包膜 它上头呢 含有那个很 超微的一个精力 精力 硫酸 点亏盈 在它增度的过程当中 同时拉伸 拉伸 然后呢 再冷淫 再固化 固化 这样子呢 就成为一个 批认片 为什么呢 它这样一种情况 具有很强的 二项射性 它可以使电厂的一个分量 一个特定的一个分量 充分的透顺 让一个正交代方向的一个分量 强烈的吸收 强烈的吸收 所以这个方向 我们叫它是透震方向 免得和透色方向 混在一起 叫透震方向 就是说 露射光 能够透过来的 这样一个光矢量的震动方向 是这个 言下之意 就是说 正交代方向 这个光矢量 比强烈的吸收 比强烈的吸收 它就具有这样一个 这当然是属于光和物质的 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一个结果 这个为什么会 这个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机制 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就是说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评论片 用化学真母的办法 也可以做得相当比较大 它可以更大一点 用晶体能径 做评论片的话 评论器的话 那就面积就比较小了 要查一下历史的话 这个是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 难得发明的 这个经历之间的一个间距 I的量级 三点一零I 好了 那么这样一个 偏证期间 我们叫它是偏证片 马上有一个推论 就任何偏证 在偏证态的光束 经过这个偏证片之后 都变成功 线偏证的光 都变成功线偏证 就刚才前面介绍的 五种偏证态的光 经过一个 这样一个偏证片以后 肯定透色光 出色光 是线偏证的光 因为只有一个特定的透证方向 可以允许它 透过来 其他的方向都比 正交的方向都比吸收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透过来的强度 是入色光的强度 几分之几 或者说 它透色光的强度 随着偏证片的旋转 它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先对一个偏证光入色 就是我的马女士定律 如果我入色光是一个现偏证光 A0 那透色光怎么样呢 那显然 这样一个斜的透证方向 这个偏证片 说我只取这个透证方向这个分量 那个正交分量 就比吸收掉了 所以透色的光强 我们叫它IP 就等于那个平行分量的一个正伏的平方 那A平行分量的等于A0 扩扇阿尔法 阿尔法角 是这个入色光的现偏证方向 和这个偏证片的透证方向 之间的夹角 那么A0平方就是入色光强 扩扇平方阿尔法 所以当你偏证片在旋转的时候 也就是说阿尔法角在变化的时候 这个透色光强也跟着变化 阿尔法对于0和π的时候最大 全部透过来 I大M等于I0 如果正好透证方向和入色光强 扩扇方向是二分之派或者是二分之三派 那么最小 I小M等于0 这个情况叫做消光 在扩扇的那个专业里头 扩扇光学的专业里头叫消光 换句话说 这个扩扇片 对照一个芯片的光路说 旋转一周的话 出现了两个极大 两个消光位置 极大和极小 时间的空间夹角 就是90度 我们以后会看到五种偏扇态的光 只有线偏扇光入色才有消光位置 当我们用一个偏扇片去检验的时候 其他四种偏扇态的光 用一个偏扇片去检验的时候 可能会有极小的位置 但是都不消光 都不消光 这换句话说 我用一个偏扇片 就可以检查你来的光 是不是现偏扇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